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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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认为这边是一个波段期跌行情 但是我们再去进赌场的话常会讲几率 那这边万一涨上来的话我们也会做好准备 这边我们做的停损是在前天长黑的高点 那这边如果高点万一站上那可能就是回到地线 那他可能就来回来这边盘整的话 我们这个空单就会先做个撤退 对那就几率来讲的话就算几率很小 但是我们还是会做好准备因为几率小不代表等于零 是 那我们再看到下一个 呃 纪线除了用来观看呃大盘之外啊 其实我们有很多个股我们也可以用来做观察 那比如说今天这一档微星 那这种各在这边不是叫大家去追控这一档 而是做一个教学相长这样子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呃 为什么会发现到这一档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呃挖矿概念呃 都是呈现下跌的情形 比如说像汉讯啊或者是技嘉呃 呃 这类股都是走一个下跌的情况 那我们再看到看到微星呃 微星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他在这季线这边盘很久 是 那整个季线也是呈现呃下弯的情形 那在今天带量跌破了呃前天的低点 那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起跌点 所以投资朋友季线是你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 是 当你要做多的时候 如果你的季线没有上扬 那真的是不以茂然很危险 对呃 不以茂然造进 所以当你在做多的时候 你要选的是你的股价已经站上上扬的季线 那你要去做空的话 你就是要选呃已经跌破下弯的季线 那再以呃前前天的高点跟低点 我们来判断呃去怎么去做进场出场这样子 所以目前会比较建议投资朋友是做空吗 对 因为整个大盘的技术面我们认为已经呃比较不好了 是 因为全职股那部分表现都非常的疲弱 呃 我认为还有一个筹码我们可以去观看一下 因为今天期货要做结算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外资在期货新开仓的部分 是怎么去做布局 是 对 那如果期货在新开仓的部分 还是呈现一个空单的情况下 那我认为这个行情可能就是非常的不妙 那投资朋友不妨利用收盘的时候 观看一下期货筹码的变化 或者是收看我的FB 好 谢谢龙哥 更多最新消息都欢迎加入龙哥的FB 古奇逍遥子 财经局通 下一次见 拜拜 谢谢